我从13岁就和他谈恋爱,结婚生子,到现在也13年了,一直在为这段感情付出,却是换来这样的结果,家住重庆云阳的文静化名。 最近与老公离婚了,情绪十分低落,文静和老公将军化名是楚中同学,两人在初中期间就谈恋爱了,被老师批评无数次,就连家长也被一同教育,但两人都坚持了下来,在大学期间,两人的矛盾较多,纷纷和和好几次,最后文静怀孕了,才让两人的婚姻生活开始了。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不被父母看好,到后来却被双方父母认可,父母觉得两人毕竟交往了这么久,怎么也拆不散,证明了确实是真爱。 两人在2013年5月份,举办了婚礼,而在2014年1月,文静顺利产现了一名女婴,两人有了孩子却产生了大量的矛盾。 当有了孩子之后,文静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,将军经常因为孩子吃醋,久而久之,将军对孩子更厌烦,整个人变得很消沉,因为将军每个月的工资远远不够。 一家人的支出,等到孩子半岁后,文静开始上班养家,每天很早就出门上班,晚上回家就哄孩子睡觉,偶尔和将军交流,但并不影响夫妻生活。 文静工作积极,很受领导的青睐,慢慢地就成为了公司的管理人员。 而将军很满意自己的工作,每个月固定工资三千左右,还经常和朋友出去吃喝玩乐,一旦没钱就伸手向文静药,孩子的事情他是一律不管。 虽然文静性格很好,但长期一来,将军这样的性格让他过得很累,总觉得自己多养了一个孩子。 事实都依赖他,文静开美容店,而将军却在家混吃混喝几年,文静用自己所赚的钱开了一个美容店,正好他也是学这方面的。 将军看到文静开店很会挣钱,甚至辞了职待在家里,每天都是吃喝玩乐,打打游戏,反正不愁钱花。 8月25日,文静特别忙,晚上10点才下班,打算回家做饭,当他走进家门一看,家里一团糟,桌子上还有味道的面汤,沙发上放了许多的东西,床上到处扔些衣服,让他很崩溃,好在孩子暑假去爱婆家完了,不然孩子在家他还不放心。 文静质问将军,你一天在家什么事都不干,都不知道把家里收拾一下吗?将军不回答,带着耳麦打着游戏,文静直接将他的耳麦扔在一边,将军脸色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,你要干什么?走开走开,别打扰我打游戏。 文静也一直吐槽他,整天都是游戏,信不信我把网给你断了,点都不务正业,不知道挣钱养家,文静想要离婚将军,以狠话激怒文静就你是大盲人,我还不是天天在找工作,投简历面试,你话也不要说得这么难听,你生孩子的费用,还是我赚钱出的呢? 两人你一句,我一句就吵起来了,也许是文静忍了太久,所有情绪全部爆发出来了,我们离婚吧,孩子,归我,反正我是和你过不下去了。 将军却不以为然,离就离,反正男的比女的吃香,我再怎么撇,也能找到老婆,看哪个男的会接你这种二手货,事业心较强,简直就是工作狂。 文静一听气愤不过,直接给将军挥去一拳,将军也给文静扇了一巴掌,两人大吵大闹又打架,好在有邻居相劝,最后场面才得以消停。 9月3日,文静和将军离婚了,13年的感情就以这样的结局收尾,对于文静来说是一种解脱,是一个新的开始,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,也能将孩子抚养长大。 文静心中也很不甘,之前一直待在他身旁不离不弃的那个人,就是想要他懂得珍惜,然后更顾佳,没想到如今,彼此却走到了这一步。 请不吝点赞رب。